好 甜甜真的是女生的 夢想中的狀況 你看 滿滿的一排在今天 男生會很悶 但是 今天先算了女生 對啊 約會就是要 不要說今天啦 以後都會吃 好 好 今天 剛才大家介紹的甜點 其實就是口台灣 特定的限定的商品 像我們現在眼前看到這個 這個松餅 其實在日本是沒有販賣這樣商品 剛剛移動的時候有看到它嗎 我比較害怕看到這東西了 碎碎的感覺 忍不住 卡布丁鬆餅 你看它的鬆餅 真的本身非常非常好看 所以應該有 你不要太為難 我滾起 超甜的 你看到的所有原物料 幾乎都是從日本 就是 做飛機來的 對 做飛機到台灣的 所以它像這個小麥粉 也是從日本來的 冰淇淋耶 它的鬆餅是熱熱的感覺 然後加上冰淇淋冰冰的感覺 那種冰熱冰熱的 合在一起的感覺 非常的酸口 可是鬆餅這麼厚 吃起來就沒有那麼厚度的那種 跟原本想說 我會很難吞演 那個麵粉的餅皮在喉嚨裡面 然後卡住會噎倒 沒有耶 它是很滑溼 其實你會好像這樣的蛋糕 而且它也不會吸太多的 像是巧克力 或者是冰淇淋 所以不會整個爛在嘴巴裡面 因為有它的食感 沒有食感 你一樣是吃得到麵粉 我覺得對於男生來說 也不會太 男生應該可以接受吧 我可以接受 只要你們喜歡 我們都接受 天天食都沒問題 那這個鬆餅非常厲害 這家店還有它的鴨香寶 鴨香寶 鴨香寶就是鴨香寶 雙胃乳酪蛋糕 雙胃 雙胃它現在是有放原味的 雙層乳酪蛋糕 跟巧克力乳酪蛋糕 這個蛋糕它是搭飛機喔 直接從日本空運來台灣 上面是Mascarbon 然後下面是那個 乳酪起司 乳酪起司 吃吃吃吃吃看 它的起司 清爽 對 是吃進去 是化開的清爽 這不會太重 而且那個香氣到鼻腔這樣子 濃 清爽又濃 很掉尾巴 但是好吃 真的好吃 因為它的起司 好綿密 好細緻 而且它是有層層 先是奶油 再來是起司 然後最後是整個嘴巴 充滿起司的味道 所以你看就是 帶女生來這種甜甜店 女生真的會融化 巧克力的也好香喔 因為巧克力除了你的起司味以外 你會有那個巧克力的蛋糕 可可香 一點微苦微苦的感覺 可是會不會太苦